老實實 我相信不會有太多人爭議 如果林鄭月娥是要找建制派裏面的人 進去政府做官呢 不會有任何困難 一個星期已經解決了 外面很多人很想 但事情不是這樣發生 她是要求新年好 她要求不同政治背景 以及要過得她自己的關 她的要求升得很高 外面也傳了很多她對公務員團隊的要求是多高 罵到人們哭了 你可以想到她的政治風格也是很相近 那麼高要求的時候 是不是很容易找到人呢? 因為我接下來講兩個原因 令到她自己的要求高 令到她非常之困難找到一些耳目一身的人出來 當官 這個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第二 人才丟靈 不想說太多 人才丟靈就是人才丟靈 你放眼看下去 現在 整個議會裏面 你不要覺得建制派 民主派 有哪些人覺得 一眼看下去 這個是人才可以當局長 師局長 我希望我不是得罪很多人 但我真的看她沒有 她沒有 她沒有 零 好了 做自己的那些沒有 商界會不會有呢? 更加難 你也要去 老實說 如果她是聰明的 今時今日 她一定會做到某一個地位 無論在行內的地位 所賺錢的程度 你做一個官 一個局長 都吸引不了她 如果她不聰明 你也不能找她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現實的情況 第三 香港政治對立實就太厲害了 民主派對加入新政府 完全脚步 唯一最大機會的民主黨 她都說麻煩你先退黨 凍結黨制都不肯 要先退黨 如果退黨制入政府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即是失了那個 政府來說 失了一個廣立言才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政治 背景的人 那種包容性的目標沒有了 而你的黨也是 你和它先劃清界線 那天入了政府 它怎樣影響政府 都不關你的事 那這個情況之下 變成社會之中 有六成的人 的人才 你已經拼諸門外 六成的人已經不是你選擇 範圍之內 剩下四成 就是建制派 我剛才說過 建制派的人才 大家一眼看完 你把誰出來 社會都 都有意見的 我會搭配 你搭配 你自己搭配